二战爆发后 波兰一个月不到被打败 很多人就拿着事当笑话说 德军内心毫无波兰 笑话波军无能 不光后人这样看 当时德国也是这么吹的 德军在波美拉尼亚和波兰走廊地区 把骑兵遗体堆一块 让记者团拍照 造谣说这是波兰骑兵愚昧无知自寻死路 朝数百辆德军坦克冲锋全部阵亡 以此来笑话波军既落后又软弱无能 这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波军一点都不菜 德军对抗波军原来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 波兰的确没有纵身 地势一手难攻 波军的装备可以说也比德军落后二三十年 很多人看待德军入侵波兰这件事 那画面感就像德国坦克一字排开 毫不费力就把波兰战马给碾压成了鸡粉 而实际上德军并不轻松 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咱不妨先看一份令人震惊的数据 德军入侵波兰的弹药消耗总量 占它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的50% 也就是说什么英法和比这整个欧洲战争加到一起 也才跟波兰战役一样猛烈 德国空军一年的军费就超过波兰国防开支的十倍以上 双方在天空的较量应该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吧 就这 波兰仍摧毁了25%的德军战机 总数285架 这甚至超过了波兰战斗机的总数 按照德国两军的装备差距 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不对等的战争 这就好比海湾战争前的美国和伊拉克 双方的阵亡比不说在十比一百比一吧 德军伤亡3.4万 波军至少也得二三十万吧 但波兰实际仅6.6万伤亡 伤亡比才2比1 尽管这意味着德军取得了完胜 但两个波兰士兵就能换掉一个德军士兵 这同样证明波军并非想象中那么无能 波军取得的战绩已经远远胜过了法国军队 也不逊色于苏德战争前期的苏联红军 所以您还认为德军内心毫无波兰 具体到波兰战役的每一场战斗 你会发现德军从始至终都打得不是那么轻松 首先波兰在情报领域的优势遥遥领先 早在二战爆发的数年之前 波兹南大学就成功破译了德军的军事密码 波军长期监控德国将近90%的陆军部署 到二战前波兰甚至直接破译了德军的核心密码机恩尼格马 所以波兰迅速秘密动员军队增加至70万人 并预先向两翼调动了预备部队 这使得德军的闪击战优势进一步削弱 德军从1939年9月1日正式闪击波兰 而在这一天的战斗 西盘半岛战役 德军上来就碰了个头破血流 当时德军3400人外加60架战机 还有三艘军舰还入空协同入侵西盘 而波军只有差不多200人的小分队 德国人乐观的认为只需要几个小时就搞定了 可波军就靠着6个干草堆掩盖的防御攻势 还有森林里面埋伏的机枪手和步兵 整整拖了德军7天击退了13次入侵 最后德军硬着头皮用280毫米的剑炮 含斯托卡辅中火炸机的狂呼烂炸 硬是把西盘半岛炸了一圈才勉强拿下 期间波军的作战之勇猛 简直不可思议 波兰人把战壕 树丛 建筑物 几乎所有能用的掩体都改成了机枪阵地 这些阵地伪装得很好 即便用望远镜观察 也很难看出这是机枪阵地 波军坚守阵地 守不住就退到下个阵地 只要含有弹药 只要还能打就绝不投降 到最后连德军指挥官也都被打服了 当波军弹尽良决投降之时 德军对他们表达了钦佩 他们允许波军指挥官保留配件 体面投降 此后波军就一直保持着这股精气神作战 西盘半岛刚完事 接着又是维斯纳战役 720个波兰士兵靠一个山顶上的防御攻势 整整挡住了4.2万德军士兵三天三夜的攻势 比西盘打得还猛 三天让德军损失了900人 100多辆坦克被毁 勃军战斗几乎到最后一人 到最后 指挥官瓦迪斯瓦夫甚至用手榴弹自杀 并写下了一言 路人告诉国家 我们战斗到底不负使命 勃军720人就活下来70人 阵亡率90.2% 这都快赶上被洗脑的鬼子了 虽然波兰这个国家喜欢作死 但人家军队的战斗力和勇气 还是很令人敬畏的 波兰人似乎是越挫越勇 到9月9号 大半个国土已经被德军战车扫平了 但是波军却奇迹般的发起了 库特诺反击战 波兰骑兵配合TKS和TK3坦克 突袭德军 在9月9号当天晚上 就击退了德军20公里 接着又是一周的猛烈反击 推进到布祖拉河 这直接震惊前线的德军装甲师 他们立即回掉了800辆坦克和300架飞机 去围歼波军这些骑兵部队 虽然最后波军败了 但给华沙争取到了时间 到德军入侵波兰的三周之后 德军唯一的战略目标 也就只剩下华沙了 可不服输的波兰人战斗力再次飙升 从华沙西侧撤退的波军迅速完成集结 德军一时半会打不了华沙 因为攻击华沙防御攻势的大多数德军重炮 都部署在了莫德林 不能及时增援华沙 德军只能靠步兵式进攻 但伤亡又太大 而且同一时间国际社会开始谴责德国 美国召开特别议会 美洲召开成员会 他们纷纷要求对波兰战役做屠杀调查 希特勒也怕出现当年 日本入侵咱们东北 被国际孤立的尴尬局面不敢下手 德军也只好在华沙撒下了劝详传单 甚至还在9月16号上午 德军第三九段军打着停战的旗号 向波兰发出了12小时的停战请求 但勇猛过度的波兰军队竟然拒绝了 小胡子顿时怒了 立马下令进攻华沙 但是波军利用这短暂的谈判时间 又额外建造起来更多的防御阵地 并用猛烈的炮火还击德军 德军几次小规模试探的进攻 也全部失败 要不是9月17号 一个来自东方的敌人苏联 以100比1的兵力突袭波兰东部 100倍的兵力瞬间逆转战局 否则德军围城花沙要持续更久 而整个波兰战役 德军也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所以说波军并非想象中那么脆弱 德军内心也并非毫无波兰 波军落后是真的 但作战勇猛也是真的 波军能在这种不对等的战争条件下 打出不输法军苏军的战绩 已经是相当厉害了 你可以笑话他一个月被灭 装备泰赛 但不可以质疑波军的作战意志和战斗力 他要对上的几个顶级强国 确实显得不够看 但是对上其他的大部分国家 谁敢说就能玩虐波兰呢 后来波兰亡国了 但波军战斗却没有结束 到1940年5月 8万多波军转战法国 之后又迁往英国 分别组成装甲师 散兵旅 他们奋战在欧洲西险和中东各大战场 另外还有170万 被苏联驱逐到远东的波兰人 也独立出来 加入到英国的中东军团 那怎么说德军内心毫无波兰呢 战时宣传需要吧 谁还不是无敌呢 这里是前线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